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京都的金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章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1400年的歷史 日本三大古堂之一的油馬溫泉 交通超方便的自然美影區六甲山 晚上在野盤頂級神戶牛排 真是身心靈都被療癒到了一天 我們一早出發前往六甲燃所 現在六甲燃車下站 搭乘1932年就開始運行的燃車 大概十分鐘有車程 就可以直接海拔上車500公尺 一路上的景色非常好 到達六甲山上站後 在觀影台看個神戶市景 等巴士的到來 巴士可以帶你去幾個山上的景點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網站 找自己想去的地方 Bubble選擇六甲空中庭園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IG打卡景點 歐峰建築配上另外一個角度的神戶市景 有點下雪的時候景色更漂亮 有機會也很想往上來看看夜景 從庭園走路幾分鐘 我們來到六甲山頂站 可以直接通到油馬溫泉 這個12分鐘的空中攬車行程 是鮑勃在日本體驗的最棒的空中攬車行程 之前在冬天也有搭過這個攬車 和薄薄白雪糖霜 塞在樹上真的很浪漫 現在時間大概中午 我們來到油馬溫泉 在日本古老文獻《日本書記》中提到 西元631年 書明天皇曾經到此拜訪三個月 到了距近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 森人心機 在此建立了溫泉寺跟菩提寺 然後廉昌時代有了溫泉旅館的雛行 過了將近一千年的今天 這裡一直是知名的溫泉鄉 牛馬溫泉除了入住溫泉旅館 也可以泡個當地知名的金汁湯 或是在雞汁湯外面使用免費的足湯也不錯 金汁湯附近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溫泉街湯本本 可以在這裡散散步買土產 賣 包伯推薦兩個餐廳 跟包伯年紀一樣大 店內裝潢走法式融合日式風格 在這個一千年的日本傳統溫泉街上很顯眼 店裡面的座位非常的舒服 很適合在溫泉街走累的休息一下 除了溫泉街以外 大家也可以散步到西元724年建立的溫泉禪寺 看看有馬溫泉的歷史 喜歡大自然的話 也可以到古之瀑布公園 吸收一下芬多金 看看瀑布美景 離開有馬溫泉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4點左右 我們搭乘電車 大概30分鐘回到了市中心的山宮站 在吃晚餐之前 大家可以在這附近繞繞 我們可以散步到旁邊的生田神社 這裡可以說是神戶最知名的神社 特色是求安產以及戀愛運 這個神社歷經水災、空襲 以及地震的摧殘 但也是努力的被復興 所以又被稱為Yomigai Linoxia 就是復活神社的概念 大家白天應該吃了很多小東西 但都沒有好好機會吃正餐吧 我們晚餐就來吃最頂級的牛肉 神戶牛排 我們吃了這家店 是曾經得過米其林一新的神戶牛Steaky 鐵板燒、雪月花、Hanade 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神戶牛 是神戶人的驕傲 紅肉味道的細膩 跟脂肪的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包博文典的Course大概兩萬塊左右 用鐵板燒的方式一道一道上給您 真的是視覺、聽覺、味覺的饗宴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可以散步去舊居樓地這一帶 晚上的時候人不會很多 可以看看美麗的建築拍張照 結束今天的行程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期再見 拜拜